有这样一部超级烧脑电影 出世十年间 我往300万人给出9.2的高分 看过的几乎没有差评 一句话 如果你这辈子只能看一部烧脑片 那我推荐你看它 《盗梦空间》 看董千先了解什么是盗梦 盗梦就是几个人同时做梦 通过一个手提黑匣子进入梦主的梦境 趁目标让我在睡梦状态中思维最软弱的时候 潜入他们的意识 盗取亲密资料 本片中小李子要做到 潜意识犯罪中最高的境界 直入意念 咱们的梦境总有五层 四层梦境和迷失欲 我们都在现实世界生活 正常人做梦是进入第一层 通过普通药物可以进入第二层梦 无论在第一层还是第二层 三种方法可以醒过来 第一坠落的失重感 第二梦境中死亡 第三就是等时效过期自然醒来 如果要进入第三层第四层梦境 也就是梦中梦中梦 需要利用加强性药物 回现时要用坠落的方式各层同时刺激 但在第四层梦境活动的人 需要在第一至第四层同时坠落 才能在第一层苏醒 如果只在第四层坠落 他会在第三层苏醒 所以要想完成同时坠落 每一层必须留一个人醒着负责坠落 而且用音乐的结束 来提醒坠落时间 服用加强性药物 有个明显的副作用 就是在一般梦境中over的话 回不到现实 而是进入可怕的迷失欲 在这里 他们不会知道自己身处梦境 如果是主动进入 那进入梦境的人 能分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 但如果是被动进入 就会迷失 只有死亡才能回到现实 所以可能在里面生活一辈子 但是上百岁的人醒来 早就对几十年的记忆一片模糊 导致可能成为一滩江湖 也就是迷失欲的后遗症 梦境每次深入一层 时间相长20倍 飞机上的10小时 第一层为一周 第二层为半年 第三层为10年 梦境还有个平行性 一层车翻滚 二层酒店也会失重翻转 三层同时雪崩 当三层奠击四层表现出闪电 梦境可以由设计师帮助梦主构成 但梦主可以修改梦境 在梦境中会带来自己的意识投影 但是除了目标人物之外 其他人都知道自己在做梦 所以意志不会被迷惑 设计师设计的梦境不能太离谱 与无现实的场景 否则目标人物就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他的投影会像白衣包杀病卷一样 对启入到他的梦境的其他人发动进攻 如果目标人物的投影 是经过特殊防盗梦训练的话 即使梦境再真实 侵入者也会被投影围攻 就像富二代小谢比尔投影保护自己的军队 了解完啥是道梦 那故事就该来了 开创了梦境世界的先驱者小李子和媳妇 痴迷于进入更深层次的梦境 拿自己做实验 他们在现实中进入了女人为梦主的第四层梦境 这个梦境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没人打扰 他们在这里创造了自己的城市 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五十年后 在梦境中老死 并服用了家禽性药物 所以双双坠入迷失狱 迷失狱中 李嫂认为长相厮守就是现实 不想再回到现实世界 而小李子让李嫂与她一起卧鬼 她也不确定 这样是否能从迷失狱中脱身 所以自杀前把怀疑一切的想法 灌输给了李嫂 在迷失狱自杀后 他们回到了现实 可是种植的想法副作用已经产生 李嫂把现实当成了梦境 认为只有死亡才能脱离 为了让小李子一总回到现实 她把自杀伪造成小李子谋杀的假象 想逼迫小李子也背叛死刑 可以一起脱离梦境 可最终 小李子还是丢下孩子 逃往国外 同时 因为负罪感也少成了她的心魔 只要她再次设计梦境工作 她妻子的潜意识便会出手干扰 话说小李子在日本接到了盗梦工作 要盗取日本人老杜鞭的情报 她进入老杜鞭的梦中梦 结果团队设计师粗心大意 造梦时犯了错 造梦穿帮了 导致任务失败 这家伙不要脸 又在现实中将他们出卖 好在老杜鞭看中小李子的能力 要雇用她策反富二代 通过植入一时 让竞争对手公司年轻的掌门人 瓦解自己父亲的商业帝国 并许诺她 事成之后一个电话 保证可以回国看孩子 并洗清小李子留下的煞气罪名 为了回家 小李子答应了老杜鞭的请求 她要打造新的梦境团队 在独业伪装者 大胡子妖剂师 小女孩梦境建造师 和囧色服打杂师的组队下 成立了一流团队 这次任务和以往不同 对于这次盗梦的计划 是在小谢比尔心中植入 对于父亲老谢比尔的好印象 希望小谢比尔能自己创业 而不是跟随父亲的脚步 团队开始思考 怎么施展黑匣子盗梦树 他们要用药物 打造三层梦境 会是现实时间的20倍 老杜鞭为了给团队创造机会 直接施展超能力 买下了航空公司 在悉尼费洛杉矶的10个小时 对于小李子来说 故成功变成人 不能顺利完成任务 则是落地被逮捕 然而 进入小谢比尔的第一层梦境 就出现了问题 他们绑架了小谢比尔 没想到小谢比尔 被其他盗梦专家训练过 梦境虽然真实 但小谢比尔的意识 化身成武装人员 袭击了盗梦团队 老对边中了枪 因为打了妖剂 如果死了回不到现实 就会直接掉入迷失域 可能迷失自己 更难的是 这次意识植入 要在第三层梦境实行 面对重重危机 任务能完成吗 盗梦团队要进入 富二代谢比尔的梦境 给他植入意识 刚进梦境没多久 就被武装人员追杀的 到处乱窜 老都边还中了枪 但是退无可退 任务只能继续 大胡子留在第一层开车 负责坠落 其余人进入第二层的酒店 第二层显然比第一层更深入 小李子变身超级保镖 直接告诉谢比尔 他是在梦里 让谢比尔认为 他是自己的意识幻影 是保护他的人 小李子暗示 是教父绑架了谢比尔 要盗取商业机密 毒液更是易容术后 对谢比尔使用了离剑剂 谢比尔信以为真 这时迥涩腹流在第二层 负责坠落 其余众人进入第三层梦境的雪宝 目的是让小谢比尔 见到团队设计出来的父亲 而接受一时止路 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候 李小的影子再次出现焦局 他开枪击中了小谢比尔 情急之下 小女孩提出 进入小李子的第四层梦境 在那里用坠落的方法 配合第三层的电击 把小谢唤醒 小女孩和小李子 进入小李子的第四层梦境 小女孩和毒液的电击坠落 配合得很好 谢比尔势力回到第三层梦境 见到了父亲 听到了经典骗局 也就是说 让他别逛公司 致死完成任务 第三层梦境世界的爆炸坠落 第二层的电梯坠落 第一层的落水坠落同时进行 小女孩 囧色腹 大胡子等人 成功脱险到第一层 只有老杜鞭 死在第三层梦境世界 进入了迷失狱 小李子也终于接受 媳妇死亡的事实 打开了心结 老杜鞭醒不来 他也回不了家 他要去迷失狱 找回老杜鞭 迷失狱里的老杜鞭 已经成为垂木老朽 小李子一阵言辞 让他想起了 自己来迷失狱的目的 他一直在等小李子 告诉他 这里是梦 他们结伴自杀 双双回到现实 老杜鞭在飞机上醒来后 跪下了诺言 打电话解除了小李子的通缉 读业日后 去找了一坨黑色液体 小谢比尔从此分拆公司 去了英国打打杀杀 小女孩最后变了性 小李子也回到了家 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最终的结尾是开放性的 陀罗不知道停没停 但也无关紧要 不如各位放松过后 好好工作 多这点钱 少纠结一点闲事 好了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再见